李立真女儿,邱淑珍女儿,中立体女儿,朱音女儿,差别不是一般大。 说起清纯女神李立真,1994年拍摄电影《蜜桃成熟》时,惊艳了无数人,她带点天真的性感迷倒了不少人。 不过李大美人在98年的时候,做出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,嫁给长相一言难尽的音乐才子许愿。 当时被媒体称为美女于野兽。 两人育有一女徐以荣,可惜结婚四年就离婚了,当时徐以荣被判给李立真。 徐以荣更向爸爸许愿多一点,当时很多网友都说女神基因没被继承太可惜了。 徐以荣现在温哥华读书,不耐性亮眼的她,虽然身材较好,但很少穿得狠度,多是青春大班。 长大后,她脸变长了,越来越像爸爸,两人笑起来的样子简直一模一样。 只能感叹讨许爸爸的基因太强大了,隐约也有一点妈妈李立真的影子。 但对比女神颜值高峰期,还是有点差别,不过也算小美女一个了。 邱书珍身上既有女孩的娇俏可爱,又有女神的性感妖艳。 是多少人眼中的女神? 1999年嫁给时装集团老板沈家伟,婚后育有三个女儿。 过得非常幸福。 大女儿沈月神复制了邱书珍的鹅蛋脸,玲珑五官,切细身材,刚眉赞美她是最美心二代。 沈月与妈妈年轻时相似,大长腿住时瞩目,眉眼之间有助妈妈邱书珍的影子。 妈妈的美女基因没浪费,沈月越长越漂亮。 中立体,1994年因出演《人鱼穿说》一片而迅速走红,被誉为一代性感女神。 里面的造型太美了。 中立体之前经历两段婚姻,育有三个女儿。 后来,和小她12岁的张伦朔结婚,过得非常幸福。 随着爸爸去哪儿第四部的热播,中立体的小女儿KLA考拉走进了人们的视线,天真无邪。 有助最纯真的笑容。 考拉大大的眼睛,甜美可爱。 也是长得最想中立体的一个女儿。 现在越来越扬起了呢,更有气质了。 女神竹音最终选择嫁给了Beyond的主唱皇冠中,这个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 而事实证明朱音的女儿并未遗传到朱音的美貌,反而长得比较像自己的爸爸皇冠中。 其实按照一贯的定律女儿将爸爸的比较多,网友们纷纷感慨真是可惜了啊。 也有可能是妈妈太美了,其实小黄鹰长得还是挺可爱的。 不过现在孩子还小,暂时还是看不大出来的,女大十八变,越变越雅观呢。 参考来源。 参考来源。